各位冬奥的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咱们基础班的课堂 那么在这一讲呢 我们开始学习的是第十二章货币资金的审计 从考勤分析的角度 那么第十二章的内容 大家注意主要是在简答题 简答题当中当然是围绕两个最重要的事项 第一个呢是键盘库存现金 第二个就是关于银行存款余额 关于银行存款余额当中包括银行账户的内容 银行账户的完整性 银行账户的发生额 银行账户的对账单 还有日记账的调节表 那么还有我们说货币资金这个报表项目当中 包括的银行存款余额含着 银行存款余额含着的过程当中 在2021年我们的教材 根据当下的审计实务当中面对的情况 比如说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银行存款余额 相当于银行存款余额 对 所以我们这一章的学习 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在听课 看讲义 看题目 它有一个特点 它非常的严谨 而且需要大家什么呢 精准 准确的表达 要求大家准确的来表达 也就是在答题的时候要准确 表文角质 好 那么从 被考的角度 由于最近的三年 比如说2018 19 2020 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审计的角度来看 货币资金审计竟然出现了很多突出的问题 因此本章内容12章 在9到12章当中 各位同学 它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很热门 这个第12章货币资金的审计 本来是一种传统的基础的审计的内容 可是呢 最近的三年 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当中 比如说 以康德新 这个上市公司康德新 以及康美邀业为典型的 他们都在货币资金的审计当中 成为被审计单位 康德新或康美邀业 成为审计康德新 康美邀业的事务所来讲 这两只手 在货币资金 审计和被审计过程当中 都成为了风口浪尖的热门话题 也就是说第十二章 他加了这么一个内容 比较热门 是当下比较热门的话题 成为考试的一个热点 而且货币资金审计出现问题 好像投资者或者社会公众来讲 不太能够接受 怎么办呢 因此我们在会计市事务所质量 业务质量项目管理当中 从最近的官方 包括证券会 包括中注协 我们对上市公司 财报审计的质量的问题当中 把货币资金审计提到了一定的高度 所以它比较重要 它的重要并不是 它的知识点有多么的高大上 它的知识点并不是高大上的 但是非常传统的基本的章节 所背后的知识点 出现了新的问题 出现了热门的话题 这个就是大家对十二章 我们给自己一个定位 由于本章的答题要求大家准确 所以我们在备考学习的时候 要注意 我们提出的考点要具体 我们由于要准确的来答题 什么意思啊 按照教材 或者是按照教材背后的准则 或者是审计准则 问题解答的观点 来答题 最好不用自己的语言 来回答问题 你会见答题啊 所以 既然答题要求准确 那么我们学习 备考学习的时候 建议大家要具体 那么具体的提出问题 回答问题 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不会 我不知道具体是啥 没关系 老师会给你把它具体到 接下来的知识点 一共有16个知识点 不是说这一章问题很多 而是我们要具体化 我们不能泛泛而谈 那么12章的教材的内容呢 还有点特别啊 它只有四节内容 在这四节内容当中 第二节我们可以忽略 就是评估货币资金的 重大策划风险 我们可以忽略 因为货币资金审计的内容 不是构成综合题的主要的内容 评估的时候 那第一节呢 是基础 第三节是控制测试 它比较特殊 如果9到12章控制测试 最重要的一章就是12章 如果大家从第9章 学到第10章11章 到此时此刻 那你知道 我们认为9点4 10点4 11点4呢 反过来 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的12点3 12点3就相当于控制测试 在12章 它比较重要 它跟前三章比不一样 好 第四节是实质性程序 第三节是控制测试 本章只有四节内容 那么第一节是了解识别 第二节是评估 由于在综合题里涉及的 评估的这个内容不多 所以我们第二节忽略 第三节控制测试 它把前面三章的控制测试都秒杀了 它最重要 对 如果说9到12章 哪一章的控制测试最重要 那当然是12章 然后第四节时执行程序 好 我们说第12章 第11章 第10章 第9章 大家注意每一章 它的重点都不一样 我们备考的时候 不是说这每一章的重点都一模一样 角度一模一样 不是的 我们要各就各位 对 好 给大家说明 说明了以后你就知道 我在备考学习的时候 我回到12章 我要看什么 如果不会 把握不住 没关系 老师带着你来 对的 比如说12章 第一节我们有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 一到八章流程 原理和流程当中一个方法的问题 这是我们要贯彻风险导向审计的要求和思路 就是用风险评估程序 去了解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 货币资金的业务活动 也就对货币资金做风险评估程序 我只有了解识别 我才能评估 对 那么去了解什么呢 主要业务活动 它的主要业务活动 跟第九章 第十章 十一章不一样 它不是交易和事项 它是某些环节 对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货币资金的审计过程当中 大家要注意一下 每个单位 贝斯尼单位 假公司 每个单位的货币资金有收支 那么在支付的时候 在记账的时候 非常的 因为货币资金呢 它的贵有风险比较高 它非常不一样 因此我们要求内部控制的设计 我们的控制活动当中 职责分离 授权审批 在职责分离 授权审批当中 淋漓尽致的 重中之重 重要的一塌糊涂的 就是付款 也叫货币资金的支付 这是我们第一节四个问题 第三节 我们说 库存现金 和银行存款的控制测试 因为我们前面了解内控 预计有需要 我要做控制测试 所以在第三节 就是这两个问题 剩下来的就是第四节 对于库存现金的 目标和程序 目标和程序 我们延续 9.5 10.5 11.5的逻辑 我们放到了 CICPA的财务报表 神经工作的一个模板 来看 它的目标 目标就是Wort 程序就是How 在这个大道理 在这个大道理里面 那么它的最主要的程序是什么呢 监盘库存现金 这是对库存现金的两个考点 那么在12章当中 刚才讲到了上市公司财务报的审计 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呢 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的热门的话题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银行存款 以及它背后的银行账户 以及它背后的这个银行账户的发生额 以及围绕日记账对账单 围绕调节表 围绕银行存款 每一个账户的余额的含证 以及作为第三方平台的 剩下来的这个余额 这就是我们9到16个考点 9到16考点我们要具体化 因为本章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 它的答题要求精准 所以我们问题要具体 那么第四节具体来讲 银行账户 作为右手去审计假公司 那个账户有多少个 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得搞清楚 在简答题可以考 2021年的教材呢 对银行账户的发生额做了修订 我们把它做一个热门话题 所以给它一个难度加大一点 我们认为它的难易程度是三个信号 对 接着呢 我们说发生额是左手的 对账单是从银行拿回来的 这个十一十二加十三 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左手日记账 右手对账单 拿回来调节表 关于这个调节表的问题 有四个点 后面老师会给你展开 它是本章最难最难最难的支持点 一它是最难最难第二今年有修改 所以本章十三个考点 在我们这个清单里头 大家要注意重视 在2021年呢 我们的教材关于韩正银行存款余额 我们的巡政韩的格式调整呢 按照当下 我们说审计准的问题解答 韩正银行存款余额的格式 这个格式调整对我们考试影响不大 就是说它的格式调整呢 但是我们韩正银行存款余额 依然是要符合背后的准则 就是3.3 那么在康德兴这个公司和康门邀谢 这个被审计单位上市公司当中 他们都有一个问题 定期存款 它成为一个风口浪尖的热门话题 所以我们教材呢 今年呢 在定期存款的程序当中 也做了这个跟进 同时呢 我们的教材非常接地气 因为知道吗 在当下我们中国老百姓都知道 我们的这个支付程序里面 有时通过这个第三方 或者互联网的支付 比如说你是用支付宝 还是有比如说京东支付 当当支付 微信支付 反正你互联网支付呗 还有甚至我们可以用什么 哈喽支付 美团支付 这个互联网支付资金 那我怎么来审查 因为除了你所谓的银行账户 你有多少个账户 对 除了这个账户第十个考点 这是传统的思维 那我们现在第三方 或者是互联网支付呢 我们多得一塌糊涂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今年的教材 于时俱进 做了一个新增加 对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清单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啊 它的难易程度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难易程度 再来看 比如说前面六个考点 这个支付 货币资金的支付问题 比较复杂一点 它有现金支付 银行存款支付 支付的时候 它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 因为它代表它的权责 要匹配 你要货币资金支付 是现金支付 银行账户支付 还是互联网支付 在你支付的时候 它有四个点 那四个点就是我们内部控制 要设计要执行 这四个点当中 你支付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申请 第二个就是审批 第三个就是审核 第四个是办理 所以它最少有这四个点 这就是我们的支付的 内部控制的设计 以及我了解 是不是执行 以及我要测试 它执行是不是有效 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通过控制测试 还可以达到双重的目的 对的 那这个考点呢 是一定值得大家掌握的 就是货币资金支付的控制 如果说货币资金支付的控制 各位同学 它是指左手的 这个要特别说明 作为我右手 ABC所神机甲公司 货币资金的支付 我右手是了解内控的 所以第四个考点呢 要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 货币资金的支付控制是谁呢 是贝神机单位的 我右手 注册快递是去了解它的 对 了解它 无论是哪一个贝神机单位 无论它规模的大小 业务的复杂 或者是什么行业 你无论是多元化 还是单一的经营模式 不影响 我们货币资金支付 至少有四个点 蹦叉叉叉 为什么四个点 蹦叉叉叉 它有先后顺序的 它有流程 好 各位同学呢 这个第四个点 足以引起大家重视 好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难易程度 是中间两个信号 其实它还有 它比两个信号 还要那么难一点 有的东西有了2.5个信号 对 这是我们前面的难易程度 那后面的考点当中 比如说 银行账户发生额 为什么老师在基础班 给大家提出来 有三个信号难度呢 是因为教材今年修订了 它是热门话题了 那么我们9到12章 作为综合阶段的考生朋友 他们也是会考的 因此呢 有的同学可能也在温顾 我们基础班的这个课程 它是为了考综合阶段的 所以综合阶段的考生朋友 也要知道 此时此刻的11个考点 是你曾经在专业阶段考过了 那你现在进入综合阶段 你温顾专业基础支持的时候 这个考点变了 对 我提醒大家 然后银行存款预约条件额 我们说了 一定是我们9到12章的一个蓝点 是第12章的一个蓝点 也是9到12章的一个蓝点 没错 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提示 我加了信号 三个信号了 就是这个蓝益程度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银行存款预约条件 我取得并检查 在这个背后有四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有左手和右手的 这个问题一定是一个高蓝动作 我们先要重视他 然后我们他一旦考到非常丢分 无论是专业阶段还是综合阶段 我把这个蓝的支持点并不多 为什么他们是蓝点 给大家说明 我们12章的教材变动相对来讲 在9到12章当中 在我们这个模块 各类交易账户余的审计当中 相对来讲变化还是比较大 那变化比较大 老师已经通过考点给大家提示了 比如说大家再一次看 我们这个本章的支持点 本章支持点有16个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第11个 我给大家标明了 银行账户发生额 银行账户发生额修订了 这个支持点 比如说13 13这个修订了 14修订了 15修订了 16是新增加的 那么从这个考点当中 老师已经把教材变动的内容 写体现出来了 体现出来了 这个大家了解 下面我们12章 一共有4节内容 第2节可以秒过 但是第1节第3节第4节 我们要各就各位 第1节的内容 我们有两个信号的 有两个支持点 各位同学 刚才提到了货币资金 或者货币资金的支付控制 它一定是对我们来讲 一定是一个蓝点 相对于第1节 4个内容来讲 然后岗位分工和授权审批 它也是要精准的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货币资金的 结算支付办理过程当中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出拉员不得兼任什么 那么我们就拿对账单的是谁 由出拉员以外的 主管会计指定 出拉员以外的一个 应收账款的会计去拿 标调节表的是谁 出拉员以外的 出拉员以外的会计 拿对账单的是谁 出拉员以外的会计 为什么 这就是职责分工 授权审批就体现在 淋漓尽致体现在 它的支付 所以我们第三个问题 职责分离 授权 岗位分工和授权审批 就体现在它的业务 它的业务当中 最典型的业务 假装知道就是去付款 支付 那么支付当中 各位同学又要告诉自己 什么支付啊 是微信还是支付宝 中国老百姓 根本就不会跟你讨论 什么银行存款支付 现金支付 对吧 他们都知道 是支付宝还是微信 都可以 对不对 那么除了支付宝和微信 以外 是京东支付吗 是当当支付吗 是这个美团支付吗 是 是 我们说像刘老师 我骑车 哈喽支付吗 对吧 所以我们说 它这个支付可不简单的 说是支付宝和微信 所以它叫互联网支付 平台 对 所以这个支付里面 不见得是现金和银行存款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说是 我们的京东支付 好 那你京东支付的时候 你是怎么支付 它也是要审核审提的 对啊 所以你要提防着 把这个货币资金支付的问题 围绕本章最后一个考点 请大家看 本章最后一个考点 叫互联网支付 对吧 这是本章新增加的内容 只要你支付 无论是传统的现金银行存款支付 还是所谓的微信支付 支付宝支付 当当支付 京东支付 美团支付 东澳支付 对吧 我们东澳 小澳也可以搞个支付 我们开发一个程序 你通过这个支付 那么没关系 它都是基本的流程 所以第四个考点 同学们要注意什么呢 第四个考点是 说了很久的 就是说很 二十多年来 三十年来都写到我们的教材 就写的是 很久了 对吧 我们很久是用 长一段时间 还是 都不是 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吧 很长一段时间写在这里的知识点 但是呢 现实 历史的车人在往前飞奔的时候 有个互联网支付了 无论你是现金支付 还是银行存款支付 或者是互联网支付 你都要知道 它基本的逻辑就是 双叉叉叉了 无论是 什么支付方式 第一 申请 第二 审批 第三 审核 第四 办理支付 这个二 审批 三 审核 它是在 支付的过程的环节 就控制相应的风险 二的支付 主要是控制 这个业务的 真实性的风险 业务真实吗 那么手续齐倍吗 你的预算有吗 三呢 它重要的是支付 控制财务风险 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先二后三 你一步一步的往后面走 当然你支付的方式 在二和三里面 它有一个权限 谁来支付呢 谁来审批 如果这个金额达到一定的程度 二搞不定 那么就要开会 集体决策 如果你的金额 超过了财务老总的权限 那集体决策 你无论是现金支付 银行账户转账支付 还是其他的互联网支付 它的道理不变 什么意思啊 特别提醒啊 2021年你备考 给你过去的思路要改一下 就说我要大胆的往前想 这个支付过去移植 是提现金和银行成款支付 那么今年价材又改了 我们老百姓都懂 现在互联网支付 现金支付资金 互联网支付也道理不变啊 也要一二三四啊 对吧 一二三四 对不对 所以这是老的原理 古老的爱情故事 对吧 和现代的爱情故事 其实啊 它道理不变 道理不变 只是方式有一点变化 就说你是什么支付啊 是现金呢 是银行成款呢 他都不谈 他谈什么 互联网支付 对吧 互联网支付 但是好像哎呀 互联网支付 那是什么支付啊 那我怎么去控制啊 一样的 蹦叉叉叉 对吧 这个蹦叉叉叉 就是跳华尔兹啊 是不 不变 就是我担心 考题超过了教材的题法 你以前没见过这种题法 你在考上上懵啊 别懵 因为生活无处 无神机啊 你本来就是这样做的 你担心什么呢 只是我们的教材 在前面的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 没有谈到那么具体 而我们现实 这个 长江的水啊 长江后浪推前浪 现实走在理论的前面去了 这是我提醒一下大家啊 我们要自信 我们要把它联系生活 我们是 其实是听得懂的 看得懂的 OK 好 下面老师就把这四个问题 给大家展开 第一个是一个大道理 什么道理啊 7.2 去了解7.3和7.4的大道理 风险识别评估啊 怎么识别啊 风险评估程序啊 风险评估程序是一个什么程序啊 这个程序啊 是3.2里面 老师给大家讲过的 7种程序当中 用于风险评估程序的 因为我们不断的讲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们就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 你一定是老司机了 老江湖了 你都知道 无论是用在哪里 这三个都可以的 是的 比如说我们风险评估程序 哪些可以用在风险评估程序啊 检查观察询问 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加一个分析程序呢 没错 那这个图在哪里呢 第三章第二节 第三章第二节 教材介绍了几种程序啊 七种 那么它用在哪里呢 从头到尾就用在这三个环节呗 对 这个图大家都是很熟悉了 对 就是要达到一种熟悉的效果嘛 是的 那我们说 那我们现在用风险评估程序去了解识别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这个财务报表项目 资产负责表项目 那我怎么就了解呢 我了解什么呢 我了解它的活动或者是内部控制 好 去了解内部控制 那我用什么程序呢 那我们知道在3.2里面老师跟你讲了 了解内部控制这个分析程序就搞不定了 因为分析程序评价财务信息的 内部控制是控制的政策和程序 是不是 你用财务信息了解评价财务信息 这是一件事情 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不是财务信息 所以分析程序不适合用于了解内部控制 对的 那你不适合用于了解内部控制 我有检查 我有观察 还有询问 再加一个穿行测试 对 穿行测试就是追踪 你这个货币资金 你在活动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支付 支付刚才讲了 支付啊 我们说支付 就是这两个字啊 支付 支付 这个刘老师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啊 对吧 支付听得懂吗 不是 不是支付啊 不是 不是这个啊 不是不是说你老爸那个支付啊 不是老爸 不是 是这个又付款的意思啊 那么大家注意 那他呢 就是一 二 三 四 好 那我了解内部控制 了解内部控制干嘛呀 你货币资金的活动 有什么活动啊 货币资金的活动 最需要控制的就是 支付 那支付我就了解 我怎么了解啊 我检查观察询问 再加一个穿行测试 什么叫穿行测试啊 就是跟踪这个事情 从头到尾走一遍 来了解他的设计 他的执行 好 那我们说啊 道理我懂啊 是的 那具体来讲呢 询问 观察 检查 穿行测试 对吧 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是第一个考点 它是一个成前起后 把前八章的原理流程 用于九到十二章的业务活动 这是大道理 大家章节之间啊 我们说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之间 我们有一个成前起后 起程转合 对 好 这个考点 我们知道 为什么是有这个考点 它是要讲什么 而且呢 它需要跨章节 用我们前面的原理和流程 来了解 之外 我们具体化 好 我采用什么程序 知道了 询问 检查 观察 穿行测试 好 那询问谁呢 因为你是了解 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 你就看货币资金业务活动 你有什么业务活动呢 收款付款呢 然后呢 拿对账单呢 然后呢 记账啊 然后呢 盘点呢 然后呢 调节表啊 这就是它的业务活动 好 那你就询问 有货币资金业务活动 有关的人员 货币资金业务活动 你就回到 观察什么 观察这个程序 收到十点的限制啊 那你观察什么呢 你要 你观察 你是了解 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 对不对 那你 你知道 这个货币资金的活动当中 当你把十二章学完了 你知道 左手 库存现金 它有盘点 库存现金 现金你有支付啊 银行成管 银行成管有什么 银行成管有对账 要拿对账单 编调节表啊 这是一个对账 银行成管 也可以支付啊 银行成管 还有账户啊 哦 你就 观察呗 看它是怎么盘点 看它是怎么盘点的呗 好 观察 好 我们说检查 检查什么呢 他编了一个调节表 我就看 他的调节表 调节了什么事项 然后调节之后是怎么样 谁来拿对账单 谁来编调节表 那么会计主管 是怎么在审核的 如果调节的事项不一致 以及调节事项本身 我来检查 符合 看它检查 再就是 哦 付款 付款 无论是收还是付 我就跟踪 他这个业务冲头到尾 好 银行测试 大家不陌生 银行测试 大家是不陌生的 因为他在7.4 教材当中讲过 他是综合运用询问 观察检查等多种程序 那么在银行测试的时候 我们在5.3 信息技术对省机的影响 这一章当中 那么我们说 银行测试了解 某一个 信息技术应用控制 7.4 5.3 此时此刻 是12.1 对吧 12.1 付款 我们说 传行测试 那么在20章 第20章也还会提到的 这是第一个考点 各位 第二考点起到一个 乘上乘下的作用 所有的问题 大家都不陌生 只是说 我们要把它链接起来 好 那么回到我们 12.1的 货币资金的主要业务活动 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 有几种呢 四种 第一是什么 现金 第二是什么 银行存款 第三呢 哪些活动 票据 第四呢 印章 对吧 这是属于什么呢 归纳总结 总结归纳 不懂 每个单位都有货币资金呢 货币资金有什么管理啊 付款的形式 有现金管理 银行存款管理 互联网支付也有管理 然后呢 有票据 有印章呗 我们在现金银行存款 为主体呗 现金银行存款为主体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互联网支付 它背后链接的是银行账户啊 对不对 是的 它链接的是银行账户 对 然后呢 票据啊 还有印章 这个就要告诉自己 先要告诉自己 好 不懂装懂 因为我们在备考 审计的过程当中 有的是备审计单位的 比如说备审计单位 货币资金 有哪些业务活动 这个问题 我们在CPA考试六科当中的 前面五科 可能跟我们提法不一样 我们审计呢 是从右手去看左手 所以他看的角度不一样 知道吗 角度不一样 他就遥望 我遥望瀑布 挂钱穿 飞流直下三千尺 对不对 他是这么就看 远望庐山 要站在庐山外面看庐山 他是这么一种感觉 因为学省计的时候 你完全知道右手的角度的视角了 因为货币资金是左手的 是被省计单位的 他有什么活动啊 我遥望瀑布 那我就说 有四种 第一 现金 管理 他有什么管理 我们要注意什么 银行账 银行成款要管理 然后呢 票据啊 然后呢 账子啊 付款的账子 叫印章管理 这就是首先 我们要把这个 所谓的考点 其实他背后是说什么呢 说常识 知道吗 是一个常识 大家不要以为他高深莫测 作为我们所谓ABC所神的甲公司 那我作为 我站在ABC所 站在右手就看甲公司 货币资金 他有哪些活动 我告诉自己 我们加一个4加1 啥意思啊 除了所谓的教材 写的现金 银行成款 票据印章 还加个互联网支付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在第四节写了 那我在每一节 就把它拉出来 我刺激一下自己 对 货币资金有哪些活动啊 这是 这个压根就不是省价啊 货币资金有哪些活动 这是每个单位都有货币资金 每个单位的货币资金 他基本的活动是什么呀 这是常识啊 各位小伙伴 常识让我们要搞清楚 对 他不是省计的专业的 必不可少的知识 对不对 他是常识 是常识 对 那这个常识 我们问题 我们要知道 我们常识问题 不能犯错误 对吧 我们 我们在常识性问题当中 我们丢分了 这个就亏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常识 我也知道啊 比如说这个水烧开了100度 我把手放进去 那怎么行呢 那不能放进去 比如说拿个剪刀 我把指头剪了 那不可以的 你剪指甲可以 你怎么剪指头呢 这是反常识了 啥意思啊 大家注意 就是说 这些内容 如果我说不出来 哎呀 你就说 天哪 这是常识啊 我不知道 那我赶快知道呗 你不能不知道的 这是常识 如果不知道 你后面的问题 就没得谈了 聊天就聊死了 你知道吗 明白我的意思吧 真的不要拉剪刀 就剪手指头啊 只能剪手指甲 剪指甲是可以的 有的女同学说 哎呀 刘老师 我刚做了指甲 我这个指甲花了200块钱 做的美甲 那你就别剪 开玩笑啊 所以我们说 有的同学说 老师啊 怎么实际这么复杂啊 你要知道 这真不是实际 这是货币资金 每个单位都有的 货币资金 我们从右手 他看完你的角度不一样 他是摇看瀑布 他是远望如山 然后呢 他就看 看这个问题的 系统 系统化的 就看 又活动 我们今天说 他有四加一呢 四加一是什么 你就想啊 他一个货币资金 就涉及到 这个资产负责表 货币资金项目里面 最主要的是 现金银行存款 另外在货币资金 管理过程当中 要有票据和张纸 另外在 现在写到教材来 咱们不能藐视它 就是互联网 支付 我也要留心 它就是类似于 通过银行存款的 一种一种什么链接 好 这个懂了 先看题目 货币资金 四个字 主要业务活动 什么活动 再来看每一种具体的 第一种 现金 现金要干嘛 日清月节 每天 每天要对账 谁来 每天要盘点啊 日 每天 月 啥意思啊 每天 日结账的 食物 要进行对账 每个月 要盘点 日清 月节 日清 月节 对 日清 清茶 月节 对账 盘点 翻边 每个月至少 编一次盘点 对吧 发现问题 即使就证 发现问题 产品原因 即使就证 整改 有话 后面 避免再出问题 好 这个 现金的管理呢 我们有这么一个要求 也就是说 它的要求不是 背着你单位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们关于各个单位 从 会计的基础 工作规范的角度 要做到日清月节 好 那我懂了 有老师 我懂了 懂了不行 你懂了 点头不行 你是懂王都不行 你要说出来 说什么呢 每天 每日 盘点 日记账 日记账 叙使账 自动一个余额 跟现金的食物对账 谁来做 出拉源 每天 这就是内部控制设计啊 对库政现金 自行盘点 自行盘点 你自己盘点 编 盘点表 有差异 查明原因 那么 会计主管 不定期检查 常识 懂王们 各位懂王 把这个常识搞清楚 学会说 光懂不行 要学会说 你要说的 比你懂得 还要好听 对 咬文脚事 要求准确 出拉源 出拉源每天 自行盘点 库存现金 跟日记 记账 然后呢 结束余额 核对 有差异 查出原因 你每天 这是你该做的事 然后 主管会计 他不定期来 去检查 你的现金 每天的日报表 好 这就是我们说 第一个问题了 每天 每月 每月末 每月末 每月末现金 叫盘点 产生了一个 内部的凭证 凭证 现金盘点表 谁来盘点 他和每天的 对账不一样 每天的对账 是 出拉源 但是 每个月的盘点 是出拉源以外的 这叫职责分工 对现金经营盘点 铺证现金盘点表 然后经营核对 日记账和食物 经营核对 那么 相不相符 中间有没有 借条 借条和白条 是两回事 借条 比如说出差 戒指 借条 时间 过了多久 过了一年多 一年多 你还不报章啊 借条和白条不一样 白条是老百姓的说法 白条也是借条不符合手续 不符合程序的 好 还有呢 未提现的支票 还有未报销的原子凭证 那我就注明 每月末 谁来做啊 就是制度的设计 出拉源以外的会计 然后呢 会计主管 符合 一个出拉源以外的会计 来编 盘点表 主管会计符合 有重大问题 报告给 财务负责人 三个人 出拉源以外的会计 然后会计主管 然后财务经理 产生了一个内部的 每个月都要有的 每月末的 每月末 每月最后一天 下班 时候要盘点 盘点表 对 这是常识 大家咬文脚字 好吗 因为你会计学原理 你什么初级会计师 中级会计师 你会计原理 回到一个单位 无论规模大小 都有这些基础工作 第二个 账户 这个账户啊 它有点特别 大家账户 它特别是什么呢 一个单位的账户 是什么账户呢 各位不是你个人的 是法人的 那这个法人 这个账户 它是很严肃的 账户是法人的 那么如果这个单位的法人 我们叫总经理 最后账户的审批 是总经理 而不是财务经理 财务经理是一个 部门的负责人 所以我们说 你的账户 你要新增一个账户 你的账户要注销 要变更 谁来申请呢 会计主管 谁来审核呢 财务部门经理 谁来批呢 法人 你把它懂 懂王 小董 小爱同学 懂了吗 小爱同学 在 我在呢 对吧 所以这个咬文嚼迹 你要知道账户 银行账户 是我备审计单位的银行账户 好 那么备审计单位 我们说除了现金银行账户 银行存款 银行账户以外 你心里还记得一件事情 互联网支付 你有哪些形式的支付 互联网支付 你有哪几个平台的 一样的 四通账户管理 这是2021年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想在前面 你还没考试呢 你就想到了 对不对 好 我多想一下 没问题吧 你不考 算了 反正我懂 你懂王 对不对 然后你考到了 没事 我早就知道 就做到这个效果 对不对 是的 好 银行存款管理当中 第一个问题 就是账户 第二个问题 对账 对账通过什么形式呢 日记账 不是出辣人要编吗 然后对账单 在各个银行 第三方互联网支付的平台 要拿回 那就比银行更多 是不是 他有互联网支付的水单 相当于银行对账单 拿回来 从支付宝的 从微信的 从各个银行的 多一点内容 是不是 是的 调节表 调节啥呢 哎呀 因为银行支付 第三方支付 其实我们第三方支付 就是 及时就支付了 及时 很快就支付了 是吧 不需要两个小时 更不需要什么 几天几天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你要对账 其实并不是再图支付 并不是支付再图 有一个时间差 不是这样 现在的支付 还是及时 立刻马上 立刻马上 所以我们说 编制这个调节表 就是说日记账 出拉员等等 对账单 不论是银行的 还是在互联网支付 这个平台中 拿回来 水单 清单拿回来 进行双向对账 找出 所谓原来叫味道 现在也可以 视同味道 考虑这些味道 上下来查原因 然后查的原因 正常的 调节 调节是相等的 符合 所以这个内容 大家注意啊 注意啊 银行成管约调节表 老师跟你讲了 你一定要重视它 它是整个十二章 最复杂的 那么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内部控制设计呢 是内部控制设计 银行存款的管理 当中有一个调节表 这是左手 被审计单位 左手 左手 我是右手 ABC所审计 假公司 假公司内部控制设计 好 内部控制设计的问题 然后呢 我右手要去了解内控 然后我右手要去测试内控 然后右手要去检查调节表 左手一件事情 银行成管约调节表 每个月月末 至少要每个月编一次 每个月月末编一次 这是左手一件事 内部控制设计 右手呢 了解内部控制设计 右手呢 测试内部控制设计 右手呢 实质性程序 所以银行成管约调节表 有四件事情 Basini单位一件事情 就是设计和执行 每个月编的调节表 就是右手了解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是 去了解它的设计 好 那根据银行存管管理 它应该怎么来设计呢 每月末 这是时间 这也是内部控制执行的频率 谁呢 岗位出拉员以外 如果是出拉员拿对账单 编调节表 哪怕这个调节表编了 不符合制度 不符合岗位分 职责分工 一定一定一定是出拉员以外的人员 拿对账单 对日记账 编调节表 相不相符 不相符查原因 报告给这个会计主管 会计主管再来符合查原因 如果问题比较大 反映给财务经理 财务经理发现问题很大 报告给总经理 知道吧 这个精准掌握 各位同学啊 调节表 在我们本章就是老虎啊 老虎要咬人的来 一旦考到 你要你要怎么样 三拳就把他打死他 要学武松打虎 啊武松打虎 对 好 各位同学 票据 票据 大家注意 我们有登记簿 这大家都知道啊 登记簿 那么 谁来登记呢 出拉员登记 出拉员登记 那就有人来 符合呗 那空白票据 要放在哪里啊 保险规 好 那么 票据 你是出拉员登记 保管在出拉员 那肯定有一个符合的 是的 悦莫 出拉员以外呗 啥子都知道 出拉员保管的 你要出拉员 自己就查自己的 你这叫无聊 对不对 不是叫无聊 属于内部控制设计的问题 啊 出拉员以外的会计 对空白票据 然后呢 未把你收付的票据的盘点 然后主管会计 或者会计主管符合 查原因 然后问题比较大 报告给财务经理 财务经理发现问题 很大 报告给总经 哦 这里面有一个票据的盘点表 现金盘点表 银行成管调节表 三个表 第一个 现金盘点表 第二个 银行成管 预额调节表 第三个 票据盘点表 精准掌握 印章 至少要三个章子 出拉员有一个章子 财务经理有一个章子 都是个人的 财务部门有一个专用章 背审计单位当然有法人章 对不对 所以在财务 在货币资金 在财务部门有三个章子 出拉员的 港位章 财务经理 个人 他不是审批审批吗 盖章子 这个部门的 财务专用章 然后呢 出拉员的章子 对不对 有的单位 至少要两个章子 财务专用章 有财务经理 财务经理签字 盖一个章 财务经理不签字 把自己的名字盖上去 也可以 出拉员 但是我们是最终支付的时候 还有一个这个单位支付 法人章 所以我们法人章 不在财务部门 法人章在办公室 对吧 总经理办公室 或者是 这个单位的 办公室 严禁一人 保管支付的 所有的章子 如果一个人 保管这个 出拉员的章子 财务经理 财务专用章 那就容易犯错误了 这是禁止的行为 对吧 禁止严禁一人 保管所有的章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 这个出拉员 他有自己的章子 这个财务经理出差了 他就把财务部门的章子 给出拉员放着 你不是害出拉员吗 如果出拉员的胆子足够大 足够无知 又无知 胆子又 又大 无知无畏 那就是天下无敌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容易犯错误 你不要害 你不要把出拉员给坑了 出拉员 出拉员 风铃 28岁 结果呢 你这个单位的管理 内部控制吸了 结果这个出拉员就在搞钱 到时 30岁就被抓了 然后判了30年 你这是不是坑爹呀 坑出拉员了 所以出拉员 他本来无知 又给他 他无知就无畏 你有给他无限的无敌的机会 无敌呀 完蛋了 这个出拉员 这个单位 把出拉员给坑了 你不能怪他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无知 因为你这个公司 法人也无知 你财务经理也无知 你怎么那么坑 出拉员呢 开玩笑啊 所以有的单位就是这样的 财务经理的账字 小王啊 这个账字放在里面 我总不来 出拉员 他所有的账字 在他手上 袁静怡人 保管所有的账字 那么他就 开支票 提线 到澳门就赌博 然后输了很多钱 然后把他抓到的时候 问题 险山露水的时候 他把钱都搞没了 然后最后在澳门 跳海 在淡宅大桥 跳下去了 然后呢 他又从海里爬起来了 开玩笑 真的有这个故事 澳门 我去澳门的时候 朋友跟我讲 哎呀 这个淡宅大桥 每天有多少人跳下去 啊 我这么多 后来他们都爬起来了 对吧 开玩笑 这是开玩笑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我们不是说 一个单方面的 其实我们内部控制制度 设计了 一个方面是 哎呀 对出拉员 预防 卡他 另一个方面不就是保护吗 我保护他 那么内部控制 是不是一并 双刃剑吗 我何必把这个出拉员坑呢 然后呢 钱也没了 人也跳了 这不是亏了吗 所以大家理解内部控制 方子 没有方子能发现 发现了能纠正 内部控制的功能 不就是方子发现纠正吗 现在我们在7.4里面讲呢 哎 内部控制有预防性 有检查性 那你说 严禁一人保管所有的印章 支付货文呢 是预防还是保 检查呀 预防啊 肯定是预防啊 对不对 严禁一人保管 好 那我 那我 每个月末 你们看看 我每个月末 出拉员以外的 我把那个票据盘点 看有没有差异 那不就是 那不是卡他吗 这个 这个就是查他吗 秋后算账 哎 你别乱来呀 我每个月末都要对账的 秋后算账 对不对 好 那么出拉员 你要登记呀 登记了以后 你不要无知无畏呀 你不是无敌呀 我们月末就要清查的嘞 对不对 好 比如说你日记账 由你出拉员编 哎 你别着急呀 出拉员 你这个账末是你登记的 你你要 你不能无知无畏呀 你不是无敌呀 我们每个月末就要来核对了 这个出拉员就不敢了 无知无畏 他有知有畏嘛 有知 那么就有敬畏之心嘛 这个内部控制就起到了方子 没方子 我一个月末就把你发现了 对吧 好 所以我们说无知才会无畏 我知道我胆子就越小 因为我有敬畏 我知道什么是规矩 什么是厉害 不是天下无敌 而是天下无贼 是不是 无贼 为什么无贼呀 因为我每个月末就来查你 核对 不是天下无敌呀 是天下无贼的效果啊 内部控制的魅力就出来了 好 第三个 岗位分工 授权审批 那么又对出拉员不依不饶 出拉员在收付结算的过程中 这个日记账啊 收付啊都是你负责 你不得兼认什么 集合 这肯定要备哦 备 各位这要备 集合 什么叫集合啊 比如说每月末干什么干什么 每月末干什么干什么 这不就是集合吗 所谓集合就是 哎呀你的你的票据啊 空白的都在里面啊 每个月末我要把票据要去核对的 哎 日记账有你登啊 那么我对账单 我有另外的人就拿边条件表来集合 这就是集合啊 盘点 我每个月末要对你的扩设现金盘点啊 你每天是你的事 但每个月末不是你的事 是集合 哎 对账单 每个月末要拿回来边条件表 这是集合 然后票据在你手上 哎 我每个月末要核对 是集合 对吧 所谓集合就是审查 就是检查嘛 检查性控制嘛 大家把7.4 最后一个考点 是预防性控制还是检查性控制呢 把这个知识点链接起来嘛 好 出类员不得 坚韧集合 那么 出类员每天都要登日记账 对照他的库存现金 编他日记账 每个月末 盘点 那你肯定不能有出类员了 好 出类员 银行结算 等日银行存款日记账 每个月末拿对账单 对照他编的日记账 这是集合 那不能有出类员 否则岗位分工 不相容职务没有分离控制 好 那个银行票据 有你登记啊 空白的还在你手上啊 但是没关系 每个月末要清查这个票据的 好 有的同学问的比较多 老师啊 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什么叫集合 集合是吧 盘点 库存现金 盘点是每天做的 你出类员自己盘点 那么我月末也有盘点 这是现金吧 你出类员 你要登银行存款日记账 有日记账 银行存款的 对 你肯定是你登哦 那月末呢 就拿对账单 编调节表 这就是集合 好 票据呢 票据你来登记 那我月末呢 要核对 票据 关于票据 对不对 你购买 你使用 都在你来登记 空白的也在你手上 你别着急 月末为了检查的 然后谁来检查呢 除了有港元以外的 谁来指派呢 会计主管 符合 然后发现的问题呢 报告给财务经理 财务经理发现问题非常大 报告给财务经理 对 好 这个集合 大家不能只是去死鸡 因为你要举例 好 第二 档案的保管 收入支出 费用 账目登记 这是会计管的 档案的管理不能有出拉缘 因为那个支付的时候 是他就办理 那些凭证都已经签字了 你叫他保管 他私下来又去 拿钱 报销 那不行 收入支出 费用 债材账务的登记是会计 对 虽然这是一个古老的规定 可是 咱们每一个考生朋友 今天在学习的时候 不一定说 你已经 你已经完全懂了 所以他很严格的 当然前面已经讲了 出拉缘不得 企业不得 有一人办理 全过程 也就是职责分工 老百姓都知道 出拉缘管钱 会计管账 对 职责分工 那么这是老百姓说的话 我们用说的文周周一点 是怎么说呢 说的让别人听不懂 就是 企业不得有一人办理 货币资金 业务的全过程 那这个话 他经念到什么呢 他经念到 你要背的程度 知道吗 你要背的程度了 你怎么说都没有 他说的好 你懂了还不行 你要说出来 说的比你懂的还要好 你说的比你唱的还好 你唱的比你懂的还好 对 现在大家就要瞎那么一点功夫 好 这个授权审批啊 我们教材里写的非常的抽象 他说我要明确 谁审批 他的权限 他的职责范围 其实这个说完了 还想还是不清楚 我非常建议大家 放到一个支付 无论是现金 还是银行存款 还是互联网支付 提出申请的人 第二个就是 他所在的部门的负责人审批 超过了他的部门的 分管付老总 分管付总 付总听得懂吗 付 总 超了吗 他审批完了 财务负责人审核 主体责任在 二 后面是财务负责人审核 超过了这个资金呢 他的金额比较大 那就是财务负责人权限 超过了财务负责人的权限 那财务负责人呢 提醒分管的付总 分管财务的付总审核 那付总的权限都超过了 金额太大了 好 开会 集体决策 集体决策 好 最后一个 出了 他主要是看 你两个前面的 就签字了吗 审核了吗 他再核对一下数字 办理支付 这就是授权呢 你授权权限大小 举个另一指 就是支付 支付 当然支付的形是有现金 我们现金支付 金额我们有限制的 特定的情况下 你能超过多少 否则你是通过什么 对不对 是的 好 最后一个 就是本节最后一个 就讨论一般程序 一般程序老师反复讲了 你现在把它当歌唱 一定要搞清楚 搞清楚了 你往后生活工作考试都有用 其实你懂 但是你是懂 懂懂懂懂 很懂 懂 真的 你是懂王 我发现考审经的时候 发现很多同学真的很懂 他就是说不出来 他说出来 没有懂得那么好听 对不对 这个懂王 你现在变成什么 你要会说 特朗普说的比懂得还多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说你还用什么话说呢 专业语言 什么叫一般程序 什么叫集体决策呢 对 先提出问题 好 一般程序四个点 第一申请 第二 申请了以后 所在的部门的负责人 审批 财务负责人 审核 出纳员办理支付 他有这样一个 一到二 二到三 三到四 一二三四 懂叉叉叉 对吧 好 那我们用 这个大家懂了 小爱同学 在 懂不懂 懂 好 你说一下 小爱同学说 关于这个问题 我不会说 对不对 小爱同学 他不会说 比如说我有的时候 我就问小爱同学 我说 中国中车 这支股票 明天会涨吗 小爱同学 开始胡说 关于股市 投资是有风险的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小爱同学 废话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不能当 小爱同学 说这些鬼话 我们要真的用专业的术语 说 怎么说呢 来申请 审批 然后符合 办理 好 你家里有没有小爱同学 你就问他 小爱同学 货币资金支付的 一般程序是什么 对吧 小爱同学开始胡说 啊 支付 支付钱 你要把钱支付给别人 一定要警方诈骗 小爱同学说的 跟我们审计说的不一样 如果我们小爱同学 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那真是高到上 对不对 所以你们回去做一个测试 好 货币资金支付分为一般程序 什么叫一般程序啊 1234 1234的二 什么叫一般呢 部门经理 部门负责人 三呢 财务负责人 那么什么叫特别啊 资金太大了 这个部门经理审批不了 集体决策 开会 总经理办个会 在中国 国有企业 党委会 党 正 联席会 或者我们说简单一点 要上会 表决 对吧 好 文字啊 大家注意啊 小爱同学啊 你肯定是懂的 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 但是我们用 专业的术语 一般程序 一 申请 二 审批 先看这两个 申请 申请 什么时候申请 你要办理支付之前 你要提出来 提前 像审批人 审批人是谁 二 二是谁 申请 申请 人所在的部门 负责人 好 那么这个部门 负责人 就是二 二审什么呢 他就根据他的 职责权限 职责是什么 你是部门经理 权限 你有金额限制 审核什么呢 审核三个问题 哪三个问题呢 业务是真的吗 支付的是什么业务 金额是对的吗 你这个票据 是齐全合法的吗 在这个审批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金额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 八点三里面讲到的 双重目的 我们在做控制测试的同时 到时候就知道 是得到了金额 对不对 因为他审批要审金额 然后他说 都符合签字 不符合不签字 打回去 申请人再就弄弄弄弄 再来审批 对吧 这是一 二 好 审批了以后 出拉员是不能支付的 那怎么样 财务部门 资金在财务部门来执行 在出拉员支付之前 财务部门负责人 是有职责的 所以他要再次符合 业务是真的吗 金额是对的吗 票据是齐倍的吗 那个二审批了吗 再交给出拉员 所以这些关键词 常识 常识并不见得 我们都能够说出来 我们真的懂 要说出来 好 出拉员 出拉员干嘛 就看看 签字了没有 金额对不对 然后支付 然后登记 日记掌 真的是 真的是咬文嚼之 先进支付 一般程序 那超过了呢 超过什么呢 超过二和三的 就要集体决策 什么是集体决策呢 开会啊 总的你办个会 党 政党委 会 表决 国有企业 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 这个大额的资金 三中一大 三中一大 简称三一 如果 大额的资金 没有上会 没有经过表决 你就支付了 追责 现在 为己为威 为己为归 为己为归 大家都听得懂吗 这个 即使你没有贪污 也是为己 你贪污了 为己 为归 贪污 侵占 挪用 对吧 用七点四 管理成林家 没有开会 他一个人说了算 管理成林家 这就是制度啊 基本上 一个废话都没有 现在你都懂了 要说出来 这就是我们十二章 第一节 十二章 他就要精准答题 那么我们 在备考学习的时候 老师带着你 具体问题 要说出来 听懂看懂 是第一步 说出来 才能得分 yes 好 我们这一讲 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